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多人认为川菜就是麻辣喧香 其实都错了 川菜是一菜一给 白菜白味 它的味性很多 包容性很强 90年来我们把这个豆精网带入北京 参加盆人交流比赛 拿著金醬 大色菜加成那味 我是陳文君 這個東西是很稀少的 人工培養不了 可以不虧求 豆雞骨有特殊的那種香味 肉質的話比較稀嫩 豆雞骨的學名叫雞中 每餐人都要豆雞骨 吃雞比雞肉還要鮮 豆的一個雞肉的蘑菇叫豆雞骨 淘擠南瓜椰子 這個磁長很多 剛好就把我們豆雞骨的泥巴 全部清洗乾乾淨 整天的東西只要手絲絲 就可以做成有品材 做豆雞骨湯 首先要想讓人 如何要湯汁自好 鮮鴨子的時候 必須要兩年以上 老母雞至少一年以上 油脂要非常晃 棒子骨 用純菌水煲湯 自然水煲湯的話 有一種漂白粉的味道 燜水下鍋 主要突出食材的本味 不加任何東西 中火燒開 五到六小時 最後兩個小時 把火從北 這個湯出個碗 第一個香 第二個弄 二兩種的一條雞鱗 把它煎成這樣的綿花 提這個湯的香味 兩個土雞蛋 煎成兩面黃 醬蔥 煎好的蛋 肉雞骨 調好的湯 用食材本身的味道 就放一點鹽就可以了 必須從小火慢慢地 加入中火 不能大火 湯的鮮味 滲透到菌子裡面去 變鮮味 二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包含的豆雞骨裡面 它已經吸入了鮮味的湯汁 必須趁熱吃 入口以後 首先我們幹到豆雞骨的脆嫩 輕輕一咬 鮮味的湯汁 就從豆雞骨肉汁裡面 崩化出來 非常鮮美